在加息的影響之下 你覺得美股下半年的草勢大約會怎樣 首先我們講短線的那個角度 在加息那個步伐就肯定是加快的了 但是當然只要通帳不是說真的失控的情況之下 根據聯儲局歷代的傳統 它都有機會是我們一個先快後慢的形式 就是說在先段的時候就會加得相對比較急一點 可能會震燒市場 但是沿途就是說加到比較急之後 會發覺通脹數會開始很乖乖的回落 之後就會相對來說是比較放慢的部分 第一我們就說不定這次的通脹 都是近40年裡面是最厲害的一次 所以會預期在初步的加息那個角度 都會加得比較狠一點的 現在根據最新的利率期貨顯示 是超過80%的機會在5月5日加息 即是會加倍加的 即是加兩次0.25% OK 而我們就是說如果是根據這刻的利率期貨 其實在再之後那一次的加息 即是在5月5日之後再一次的加息 都有機會進一步是0.50%的 所以這個比較快的那個部分 其實也是令到市場是比較震懾的 這個也都是令到就是普遍的股票 特別就是說是那些股值相對比較敏感 這個股票相對比較敏感的 一些科技型的股票 其實回調的幅度也都是相對比較大 那我們現在要看看那個所謂消化的力度是怎樣的 敵人是一個零用的打算 接敵人是一個零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